听托福说 听托福说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东西呢 两粒在一块是最好 什么意思 在您去关注的时候 您会惊喜地发现 有条件老师说 老师 我觉得托福听力太快了 我要去听那个American 62nd Scientific English 那个东西也是太快了 非常非常的快 特点只有一个 快速 意味着你听不懂 听不懂就没法去做题 有天说 老师你这不说废话吗 是这个样子的 是是是这样子的 那么咱们现在问题来了 怎么样去攻克这个问题 对吧 怎么样去攻克这个问题 不用急 且听我慢慢说 第二个点是什么东西呢 叫清晰度 有天就会说了 说老师 我觉得我的发音已经够清晰的了 但是老外的发音 跟各位的发音是完全两个概念 我给各位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一个英国人见到一个美国人 他们都是您的朋友 他们都想跟你要一杯水喝 因为我现在也说了很多话 对吧 我也想要一杯水喝 那美国人可能会说 Could you give me a bottle of water 这是美国人说话 对吧 这是美国人说话 英国人说话都不这么说 英国人说话怎么说呢 叫做 May I have a bottle of water 这种感觉跟你的这个语音 完全是两个样子 有天说了说老师 我就是音音 我听不懂美音 怎么办呢 我告诉各位 你说的不是音音 你说的是中国式英文 或者说你自个儿读有的一个special的英文 所以在这个语音信号特质方面把握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以自己的这个语音信号作为一个特点 而是要以原文当中的语音信号作为一个特点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 我怎么样去把控这个清晰度 我怎么样去把控速度跟清晰度之间的关系 我怎么样去把这两个部分做得非常非常完美 好了 我现在告诉各位 在把控速度方面 请各位稍微看看 如果我把这篇文章 我把这篇文章 这个是我从OC当中拿出来的这个题目解析 那如果我现在这么样跟您说 说 好了 我说的非常非常的快 对吗 那您会发现你反应不过来 非常非常难 但是我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你就会惊奇地发现 这个句子瞬间变得非常非常明确 非常非常明了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速度给它放慢 好 我再放放慢速度 我以后面的部分来说 省着语团说 说老师 你只是会读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你就不会读了 对吗 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都会读 谢谢 好 第二个句子稍微看一下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 first question will be a giant purpose question 有没有发现 我在读东西的时候 读的特别特别慢 任何一个部分都给你时间去反应 反应的特点 不是要让你把这个题目真正的给我反应出来 而是要把这个题目给我做对了它 是吧 好 以后做题的这个部分 以后咱们再说 咱们先看这个听 怎么样能让各位听懂 把这个速度给它放慢 现在问题又来了 老师我怎么样去放慢速度 我放不慢速度呀 陈切做不到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速度给放慢 我给各位两个非常非常好用的软件 这个速度怎么样去搞定它 如果您的电脑是Windows系统的话 如果您的电脑是Windows系统的话 那么您可以用一个软件叫做KM Player下载 那如果说您的这个电脑是Mac系统的话 您可以用一个软件叫M Player下载 那有条件说了 说老师我不会去操作 好 我现在告诉各位怎么样去操作 请各位认认听 第一个 在Windows系统当中 实际上咱们80%以上的用户 全部都用的是这个Windows系统 那您在用Windows系统当中 它也是有一个这个优点跟缺点 优点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操作便利性 然后如果说您这个用这个笔记本的话 整个键盘上面 您需要把那个Number Lock打开 把那个小键盘打开 笔记本上面 Number Lock打开 如果是这个笔记本的话 应该是按着FN 加上那个Number Lock那个键 你就可以把那个键打开了 然后按着Shift 再加上Number Lock那个小键盘里面的加号 是加速 那反之Shift再加上减号就是减速 这是操作很便利 那么Mac系统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做呢 您直接在键盘当中去寻找中括号 那个符号就行了 按着这个中括号 按着那个中括号 直接出现的就是慢速 中括号左边 如果是右边的话 按着直接就出来的是这个快速 好吧 按着直接就出来的是快速 那么在这个变速的过程当中 它的劣势是什么东西呢 Windows的劣势 如果你发生变速的话 它的音质会随之变化 就变得非常空灵 但是Mac系统 它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在这不是在给这个Mac系统打广告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如果说您觉得 特别是男生 觉得这个Windows系统 做KM Player 这放慢速度的声音 非常非常正常的话 那你就用KM Player Windows系统不用变 如果特别女生 在晚上去练听力的时候 如果你用KM Player的话 晚上是睡不着觉的 所以如果说您觉得 这个KM Player 不大行的话 你就去买一个Mac 所以从这件事上 还可以表现出来 一般来说 女的对于产品的购物需求 还是比男的要强的 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弱点 那么在这个 有天又说了 说老师 我知道现在怎么样去做了 但是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是我从哪下载 KM Player跟M Player 在百度上面就可以把它搜到 好吧 您去找度娘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后面最好再追一个Mac 如果是这个的话 如果是苹果系统的话 最好后面再追一个Mac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搜到了 那么在这个 Acoustic Velocity这个部分 我刚才跟各位演示了 怎么样去解决它 那么这个清晰度的方面 怎么样去解决 请各位看这个点 还是刚才那篇文章 看到这篇文章 是不是有非常非常亲切 对不对 因为它里面的词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 咱们从第三个句子开始 因为刚才两个句子 已经给各位演示过了 好 我这么说 So this discussion is about how the woman should write her graduate school application not about an interview or whether or not 您会兴趣地发现 这些东西都是您懂的 对吧 我会说的非常非常清楚 每一个单词都会给到您 但是您会发现 是不是一致的呢 它不是一致的 它不一样 特别是跟 破夫厅的考试 它也不一样 对吗 所以怎么样才能改变 这样的一个现状 怎么样才能改变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去读 This discussion is about how the woman should write her graduate school application not about an interview or whether or not she had been admitted 如果我这样去读的话 您会兴趣地发现 在这个里面出现了 很多的变音 对吗 出现了很多的 联读 那么这些东西告诉各位 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您需要去关注的特点 是每个部分当中 只要它是一个句子 它一定会有联读变音的状态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样去 搞定它 这个就是内容上的问题 刚才告诉各位 技术上的问题 现在跟各位说 技术上 这个内容上的问题 再说一遍啊 刚才跟各位说完 技术上的问题 现在跟各位去分享 内容上的问题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articulation index 我们叫做清晰度的展示 清晰度当中 一般来说 在托付考试里面 它都会出现一个东西 叫联读 而这种联读 不是轻易地告诉您 这个音怎么样去发 而是需要把这个音 给它做得非常非常完美 非常非常完备 从而可以让各位 听出来这个音 到底是什么 能明白我意思啊 所以联读的这个部分 分成两个大点 第一个大点是 辅音跟辅音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大点叫做 辅音跟原音之间的关系 那宇天又说了 说老师 我连这个音我都不知道 连这个音我都不会读 我怎么样去识别 这些东西呢 各位注意 我在去学习英文的时候 我连音标示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不停地把英文 当做一个这个歌在听 我记得我小学写作业的时候 我就在听英文 那个时候 这个我母亲啊 就觉得这个东西 有点不大行 为什么呢 它影响我的注意力 我注意力是分散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就把我扼杀在摇篮状态 但是我现在还在 有这个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我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只要闲着 我包括上厕所的时间 我都在听听力 我大学的时候 一天可以做到四个小时听力 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可能三个小时静听 一小时饭听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可能一个小时 这个静听 三个小时饭听 但无论如何 我每天要控制在 四个小时听力的 这样的基础之上 那么这个部分 告诉我明天什么样的事情 我做了这件事 好处是什么 辅音跟辅音 辅音跟原因 我最起码能知道 它们是怎么样去结合 虽然我发不清楚 它的音是什么 所以听力的部分 告诉各位 它不是口语 听力是让各位识别出来 它的语音信号到底是什么 不是让您会发 所以在这个时候 您需要去做一个 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事情 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要去分享 分析 什么东西是辅音 什么东西是原因 能理解我意思 那么咱们稍微试试 什么东西是辅音 什么东西是原因 辅音很简单 在拼音当中 那个东西叫什么 生母 原因那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育母 对吧 很简单 用生母加上育母 就是它的一个拼写的读音 仅此而已 好吧 只是一个读音而已 仅此而已 不要去关注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比如说 必须要跟 给它分开 这没意思 在托付厅里面不是用 那么这个联读 条件是什么 注意 一个异群当中 何谓异群 给各位讲一个特点 就知道了 这个什么叫做异群 各位应该 小时候听过这么一个笑话 说一个老汉取亲 对吧 然后这个老汉 觉得这个自己太老了 于是乎找了一媒婆 然后这个 就跟这个媒婆说了 她取亲的这个要求 上面说着 他说 乌黑的头发没有麻子 乌黑的头发没有麻子 挺好的 挺漂亮的一个女的 是吧 但是 这个老汉 结婚的当天 掀起开头来 一看 那个女的满脸的麻子 光头 他就不愿意了 是吧 然后去找那个媒婆 媒婆这样给他解释到 说 乌黑的头发没有 麻子 各位理解了异群 是什么意思了 对吧 就是异群 概念是什么 两个东西在一起 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 两个因素 或者两个语法在一块 发生了化学反应 这个东西叫做异群 好 给各位做一个解释 那么多的东西 对吧 非常非常多 这是我随机从 TPU26之后 挑出来的一个文章 注意的 随机两个字 我不会给各位挑出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最最最最好讲的 我告诉各位 对吧 跟各位说的这些分享 全部都是 你应该在考试当中 涉及到的 也就是你在考试当中 应该知道的 那么咱们先看 在这么多的文字当中 咱们挑出来 跟辅音 跟原音 跟辅音 跟辅音 有关系的东西 辅音 原因 辅音 辅音 好 咱们先看 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跟各位说的 每一个单词都特别特别清晰 也就是各位做到了第一步 第一步干什么呢 每一个单词需要给我知道 它们都是什么 最起码会读 如果您觉得这个词 记起来非常非常麻烦的话 不用去记它 明白哈 听力的第一步 你是要懂 而不是去记忆 单词意思 再说一遍 听力的第一个步骤 是要听明白它是什么 而不是去记忆单词意思 那么好了 我现在需要做了一个工作 非常非常简单了 第二个步骤干什么呢 听好了 把所有的单词需要连读的 给它连读在一块 连读起来之后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 请各位注意 so musical instruments involved in ways 看到了吗 两个部分连接 变成了 从四个单词变成了一个单词 所以这就是您做的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干什么呢 请各位注意 把所有的原音 辅音 给它结合在一块 sorry 是辅音在前 原音在后 好吗 跟一个拼音一样 跟一个拼音一样 把它给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 出来的一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我再来示范一遍 听好了 so musical instruments involved in ways OK musical instruments involved in ways 很简单 这是第二个步骤 需要各位去做的 识别问题 第三个步骤是什么东西呢 第三个步骤 就是各位最最关心的 单词的一群问题 实际上你会惊奇的发现 在每一个文章当中 每一个句子里面 乃至于每一个单词当中 它给你出现的群体 都是一样的 怎么说呢 各位注意 先看 一个句子当中 最最关键的 一个部分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就是名词 对吧 就是名词 好吧 这个名词告诉我们 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这里面的主角都有谁 对吗 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主角都有谁 那么第二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叫做动词 这个动词告诉各位 这些主角 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个 什么样的微妙的关系 那么好了 现在你需要去关注的 这两个大类的词类 换句话说 以后的时候 你肯定会用到 那么在 关注这两个名词大类 词类的时候 请各位注意 怎么样才能在这上面 出现出来一个特点 把这个联读也能体现出来 那么就要把中读放进去 中读很简单嘛 对吧 就是你 这个 中读一下 但中读的时候 有天说了 说老师 我没那么做作 我做不出来 很简单 你蹲着读 什么时候 读完了这一句话 想上厕所了 你就成功了 好吧 来咱们稍微试试 So musical instruments involved in ways 看到了没 我这两个词读的 非常非常的重 是名词吧 是名词 中间的部分是什么 动词对吧 动词我用了一个什么 赏音 是这样子的吧 所以你会经常发现 整个的句子 体现出来的特点 应该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第一个 名词出现 第二个 动词出现 很简单 对吗 好了 我现在把所有的部分 给各位稍微示范一遍 请各位看好了 So musical instruments involved in ways that optimize their acoustical properties 看到没有 在这个部分里面 它没有任何的连读 看到吗 它没有任何的连读 但是 我说话的时候 它的名词 是有中音的 对吧 是有名词 是有中音的 How the instruments vibrate and sense those vibration through the air to their eardrums 看到了吗 非常非常简单 Sorry 不是dear 是are Acoustical properties How the instruments vibrate and sense those vibration through the air to our eardrums 好了吧 我把所有的部分 都来了一遍 中读 但是这里面 有没有连读 没有是吧 最关键的部分 你会发现了 同学不是听不出来 中读是什么 而是听不出来连读是什么 后面还有没有 当然还有 看好了 Now Professional musicians are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ir instruments 再来一遍 Musicians are Musicians are 你就会发现了 把它给连在一块 变成 Musicians are 连读 好 They want instruments 看到了吗 那有天说了 说老师 我觉得 Instruments 这个词 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又不认识 怎么办 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 关注的一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点 这个东西 跟啥有关系 Musical 有天又说了 说老师 Musical 这个词也不认识 怎么办呢 我在听东西的时候 我听不出来 感觉了 听不出来 意思了 好 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把前面 你听到的东西 全部取消 有天说了 说老师 我全部取消 怎么办 我是不是就不用听了 没关系 从你刚才 跌倒的地方 继续往下听下去 那有天又说了 说老师 我前面的题 我没做 怎么办 请各位注意 听力的时效性 非常非常强 如果说 你前面的部分 没有听出来 你去纠结 只能影响你后半部分 明白吧 只能影响你后半部分 所以 与其那样子 不如这样子 连取眼前人 这个就是 在托付考试当中的 第二个部分 清晰度的表示 而这种清晰度 告诉各位的一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特点 就是原因跟辅印 之间的关系 之间的差别 好 那么我们坚持 把这个段文字 给它弄完 那么这样子对于各位来说 是一个坚持有效的一个过程 会非常非常的细致 来 咱们再来一遍 我把这个部分全部给各位示范了一遍 请各位稍微的看看 特点 你会经济的发现在老外的口里面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给他分析的 或者说给他识别的非常非常清楚 of跟off off这个词一带而过 听力的时候你只需要去关注他的识词 没必要去关注他的借词 当然有很多80分以下的考生 你需要去关注他是他的借词 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 原因就是你需要去弄清楚 首先弄清楚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底是什么 这是80分以下的考生 80分以上的考生 比如说我想考到90分 考到100分 那这个时候告诉您的特点是什么东西呢 千万注意 你要去关注的是识词 而不是这种虚词 好了 那继续往外走 看下一个 yet most audience members probably aren't even aware 注意 aren't even aware aren't even aware 好吧 给按 好 来 有条件说说老师 我如果把这个异群给夸在这儿 行不行 even跟aware 不用把它给连读 当然完全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把这个异群的应用 用到非常非常的熟练 好 往下走 think about 必须是一起的 think about 再来一遍 think about think about the last concert you attended 好 那么整篇文章对于各位来说 在听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就特别特别清楚 对吗 辅音加辅音 辅音加原因的形式 好 咱们再看 看这个蓝体字的部分 蓝体字的部分 刚才只说了辅音加原因 对吗 刚才只说了辅音加原因 有天说说老师 辅音加辅音是个什么概念 辅音加辅音的概念 非常非常简单 你记住了 把前面的一个辅音 把它省略 或者把前面的一个辅音 给它扔掉 这就是辅音加辅音的一个连路模式 好 那么咱们来看 特点 还是从头开始 so musical instruments involved in ways that optimize their acoustical properties how the instrument vibrates and sense those vibrations sense those 这个s非常非常轻 对吧 然后d几乎没有 这个时候就会让你发现 send这个单词 几乎是出不来的 换句话说 你不能把它给区分 就是区分se nse 到底是什么 但是你会惊喜地发现 特别是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 可以让各位去做到 vibrate 动词 sense这个词 你可能听不出来 vibration这个词 你又不会 怎么办了 咱们记得吗 刚才刚刚讲完 不要就ok了 对吧 一定要把它学会舍掉 学会舍弃 你的心态一定要把稳 你听不懂就不要听 你听不懂就不要 那有天说 说老师 我整个文章我都听不懂 我是不是都不听了 对 就是不听 有本事 你就先把它练好了之后 你再过来听 对吧 所以听力的部分 你练不好 你先别停 好了 往下走 下一个 now professional musicians are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ir about 特没有 但是 这个词跟这个词 sense这个词 有一个特点 就有一个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about 它没有 同音 字 它没有同音字 就是跟它这个音 很像的音 它几乎没有 about是独一无二的 好吧 about their instruments they want instruments that help 看到没 that help that help 那个help 这个词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它跟t 在一块连读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化学反应 这个化学反应 是什么东西 那叫毒穿 比如说 i catch her i catch him 那个 him 几乎不发出来 好吧 i catch her i catch him 那个h几乎不发出来 但是你需要发出来的时候 只能是有一个点 i catch her is that right 像别人去吆喝的时候 你才只能 你才能把这个h这个音乐 发出来 好吧 that help that help 好 继续往下走 that help them fully express the intent of the composer 你记得 联读 which of course translates into a more enjoyable lessing experience for the audience members yet most audience most audience 你看没有 这个地方 yet的这个点 刚才跟各位说了 有一群的部分的时候 才会怎么样 联读 但是yet这个t 这边部分 其实没有 不用联读 所以我把这个yet 这个音读得非常非常浅 就非常重 原因只有一个 但是 它有重点啊 对吧 你不能说 但是most 对吧 但是大多数 怎么怎么着 很一带而过 那种感觉 能不叫逻辑模式 好吧 能不叫逻辑 所以针对于逻辑的这个点 你不需要去联读 针对于逻辑的这个点 不需要去联读 你如果电脑之前有笔的话 可以稍微记一下 aren't even aware of how much the instrument matters I mean okay think about the last concert you attended when you applaud what went 看到没 what 这个 所以你会惊奇地发现 咱们熟悉的词 几乎没有第二个代替品 对吧 咱们熟悉的词 几乎没有第二个代替品 但是 咱们不熟悉的词 代替品就出来了 所以跟各位去说 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叫做速度 第二个方向叫做清晰度 在清晰度这个单项上面 咱们怎么样去把控它 只能是通过咱们不断地去练习 当然 这个东西建立在你速度的基础之上 听托福说 怎样听 给各位总结出来 四句 这四句可以说是绝句 我们叫做这个四言绝句 是吧 好 来咱们稍微看看 原音辅音 像拼音 就是刚才跟各位说的 原音加辅音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 辅音辅音 即名词 名词跟名词之间的关系 当然 动词也是一个方向 也是一个方面 第三个 名词不会 就记字母 好吧 名词不会 就记字母 这个时候 我需要去跟各位说 您如果不会的话 就把它舍弃掉 就不要去管它 有的人说了 说老师 我觉得这些词都太难 都太难 即使别人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基础词汇 好了 这个时候 你需要去做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工作 就是去备单词 好吧 就是去备单词 备单词的时候 我也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 告诉各位 怎么样去备单词 好吧 不用急 千万千万不用急 六个小时时间 我会把所有的技巧全部告诉各位 好 最后一条是什么东西呢 叫做字母代表分主旨 特点 只有一个 字母的代表 分别是什么东西 在原文当中出现的点 都是什么 你会惊奇的发现 如果你其他的词听不懂的话 你会记出来一堆字母 但是这一堆字母 告诉各位的一个点 是什么东西呢 题目当中 如果出现的是主旨题 那么好了 你会惊奇的发现 你题目一定是对的 因为你能分清 分清相臭 能分清好坏 好吧 所以 该记住还是要记住 该记住还是要记住 刚才跟各位说 单词应该怎么去记 如果说您听到这个 musical instruments的时候 您听到了musical instruments 记单词的时候 直接记music就可以了 有没有不会music的 咱们可以在窗口前面点个赞 就是 如果您连music都不认识的话 我可以 给送给各位四个字 叫重在参与 然后 involve这个词 跟evolution有关系 evolve这个词 跟evolution有关系 有的人说了 说老师 evolution 它的动词是什么 有百分之百的同学 不是百分之九十 有百分之百的同学 我问到他 evolution的动词是什么 他说evolut 那你去查单词的时候 你会惊奇的发现 evolut你是查不到的 这个就是 你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特点 evolve跟evolution之间的区别 那我为什么要讲evolut 这个词呢 帮助你去记忆 你错 可以错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你错完了之后 你需要总结经验 evolut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深刻的经验 这是第二个方法 第三个 optimize 跟opt有关系的opt optimize 特点 有in这个词opt 那你记什么东西呢 就记option 那你今天说了说了 是optimal 这个词什么意思啊 理想化的 optimize 就是optimal的一个 这个 呃 动词 对吧 有天说老师理想化 那跟选择有什么关系 你选出来的东西 就是优选出来的东西 谁会选择一些 杂七杂八的 对吧 然后不好的 那不叫选择 啊 充其量 那叫做 这个看 对吧 充其量 那叫做看 那不叫选择 所以一般来说 选择全部都有点要求 对吧 所以opt 代表是选择 没有任何问题 那同样的optical 跟眼睛有关系的 人的心理是有选择性的 通过什么去选择 通过眼睛去选择 所以跟opt 有关系的opt 你就记 选择 没有任何问题 好吧 它但凡出现这个点 肯定会给你出现opt 好 acoustical property acoustical声音 property 叫做这个财产 好 还有性质 对吧 好 不管它 这个词 咱把它扔掉先 因为你看前面是有一信号的 是有一信号 是吧 原因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词对各位来说不熟悉 我做不完 对吧 我听不懂 是吧 各种各种不可能就出来了 没关系 先把它放一放 好 来 varbrate 跟varbrate有关系的东西 各位注意跟drum就有关系 震动 所以你听到vibe 你就把drum记出来 如果你觉得drum不会写 没关系 写鼓 那语团员又说了 说老师 鼓我也不会写 没关系 写拼音 拼音不会写怎么办 好 拜拜 下次再来 好了 intent跟intent 这两个词其实是一回事 听力的时候 它没有什么细节的特点 这不是你写作 所以intent跟intent 你可以放在一块来记 非常非常简单 什么意思 intent叫做故意 对吧 用意的意思 然后applaud跟club有关系 applaud 这两个词 跟acoustic property一回事 如果您不知道这两个词的话 咱们就先把它稍微放一放 好 有台说了说老师 你看 在整个的词汇当中 我知道了这些词应该怎么样去记 对吧 知道这些词应该怎么样去记 记的过程当中 你会惊奇的发现 都是你会的 对吧 那这是第一个特质 第二个特质 我不会的这些词 我怎么样办 怎么样 我需要去背诵吗 对不对 那肯定要去背诵啊 现在问题又来了 怎么样去背诵它 呃 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 你需要去背诵词的话 你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坚持 对吧 这种坚持不是你一朝一夕的 特别是在这个积累的过程当中 我一眼看不到边啊 对吧 然后远方的曙光离我总是好远 我追不上它 没关系 坚持就OK了 我告诉你坚持多久啊 背诵词这个事 你只要坚持一个月就OK 这一月干什么呢 请各位注意 我在考这个GRE的时候 我的词汇 我一天可以背200到300个 好吧 我并不是说我的词汇量有多高 而是因为200到300个这些词汇量 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中间会有我会的东西出现 而中间会有这个会的东西出现 特点只有一个 就是它很难背 我没法去把它这个 把它给扒拉开 对吧 没法去把它给扒拉开 好了 你现在就给我看一遍 这个目的是什么东西呢 把整个的词汇给它拿过来看一遍 目的是什么东西呢 目的就一个 就是你把这个词汇 你不会的词汇把它给排除 或者说把你会的词汇旁边打一勾 说明我这个东西会了 所以一页里面可能有多有少 是吧 好 然后于是乎 不会的这些词 把它拿出来 比如说我一天50个 对吧 我一天50个 这也是一虚数 有点一天500个也可以 有点一天5个也可以 whatever都可以 这50个单词 我第一天单词 第一天的时候 倍50个 第二天的时候 我重复第一天单词 我再倍50个单词 你会发现了 我第一天单词 我第二天重复 是不是特别快吧 对吧 好 第三天单词 我是不是就在第一天的时候 第一天单词 我在第三天重复两遍 第二天单词 我在第三天重复一遍 对吧 然后这样以此类推 到第七天的时候 你的第一天单词 是不是重复七遍 对吧 好 到第八天的时候 你第一天单词就可以扔掉了 到第九天的时候 你第二天单词就可以扔掉了 这样不断地滚雪球的一种形式 这样子可以让各位 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 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走下去的话 我一个月可以倍速写个单词 一个月 我单词量就可以搞定了 那有天说说老师 我还不行怎么办 没关系 第二个月继续 但如果说老师 我下个礼拜就在考试了 怎么办 这个东西 这个方法对各位来说 不管用 下个礼拜就要考试了 该咋地咋地 放平心态就OK了 把心态放平 你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对吧 考出真实水平来就行 这个就是在托福考试当中 需要跟各位去分享的 第一个点 听托福说 怎么样才能达到 两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 速度 和清晰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